在潘如祈福新村,有一個天鵝戶 近日有業主發現,這個天鵝家族新增了新成員 他們是九隻小天鵝 這個是小區自2003年以來 這個天鵝家族第一次自然繁殖小天鵝成功 在這個天鵝戶的湖深島 藍都記者就見到這一棵被悉心照顧的小天鵝 那些小天鵝落水前毛茸茸 落水後的茸茸就撕成一九九了 立即就變成了草草鴨 完藝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 這次一共枯化了10隻小天鵝 但是有一隻很不幸就夭折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24小時照看這個鵝寶寶 希望通過悉心的照顧,讓小天鵝健康成長 祈福新村早在20年前引入了首批六隻天鵝 最多的時候有兩百多隻 但是由於非典的原因 天鵝曾經大面積死亡 死到最後只有16隻 那麼禮禮通過生寇和細心科護 加上這次新出生的狗小天鵝 現在一共有35隻火街坊 真是認了一句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什麼話呢 集中文化 唯一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